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買了兩斤排骨 我們用它來做個好吃的 首先在排骨裡加一勺澱粉 澱粉能有效吸附排骨裡的雜質和血水 抓兩分鐘左右 然後倒入清水 用清水多洗幾遍 清洗乾淨 然後擠乾水分 裝入大碗中 然後加一小勺白糖 一勺花生油 適量的薑片 然後用手抓拌均勻 抓均勻之後 醃製10分鐘 再準備半頭大蒜 切成蒜末備用 再準備一勺豆子 切得更碎一點 切好之後 然後裝入碗中備用 熱鍋放油 油熱之後放入豆子和蒜末 炒出香味 炒至蒜末微微花黃 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盛出來裝入碗中 再加兩勺生抽 兩勺料酒 一勺蠔油 一小勺鹽 然後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 再把料汁倒入排骨裡 再用手充分抓拌均勻 醃製半個小時 讓排骨很好的入味 再準備一個去皮的土豆 先對半切開 再切成四半 然後切成小塊 切好之後 裝入大一點的碗中備用 排骨也已經醃好了 再加一勺澱粉 然後用手抓拌均勻 再把排骨倒入土豆裡 然後用筷子鋪均勻 提前把鍋中水燒開 開水上鍋 然後蓋上大火蒸40分鐘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打開看看 哇好香啊 最後再撒點蔥花 香噴噴的豆豉蒸排骨 就做好了 這樣做的排骨 非常的入味 鮮嫩 香而不膩 別忘了下面還有土豆 也是吸煮了排骨的湯汁 吃起來比肉還香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